对吧 那导哥说到这里 就是我就想问一下 您怎么看单独的6这一条 就是说 关于新中国联邦的情报评估 那这个我感觉已经是 把新中国联邦的地位抬得很高了 这个不是说 你是民运 你是你组织了什么活动 这是情报评估 他要的是一个级别非常高的 相当于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一种 一种情报的这样的一个 评估的一个过程了 所以导哥您给我们说一说 我觉得我先简短的说这个 就是我们说情报评估 你告诉我 谁能给情报 在美国谁能给情报 在美国我们可以说 在国内 对于国内的FBI给情报 是 国际上呢 在美国的国际上 CIA给情报 是 那对于新中国联邦 新中国联邦是全球的国际化的组织 是在全球很多分支机构的 那共产党对新中国联邦的打击 那肯定不是只针对美国 对 是全球化的 对 所以你要情报提供 那有部分可能是来自于FBI 可能有一部分来自于CIA 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这个绝对不是 什么律师或者国际的 我的理解就是 我真觉得这个法官做功课了 因为一般的来说 就我的理解跟律师的咨询 就是法官一般是看 两方提供的一些证据 来做判断 那你想咱们新中国联邦肯定说 我们新中国联邦是真灭功的 我们过去有很多活动 很多的证据支持 那反正这个检方肯定说你 我们也会看到检方是 行中联邦是假灭功 他们真正是诈骗的 那我为什么说 这个法官去做这个 做这个做功课了 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个层级了 就认定新中国联邦 然后情报评估 还有猎狐行动等等的这些 是最直接的来指明或者证明 新中国联邦过去是 你是真被共产党 针对 针对的打击的对象 法官他可以不去关注这些 我就看你们提供的证据 我来做个决定就行了 甚至我要说这个地方 我还想提醒你 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有一些战友是 给我们给这个信息说 我怀疑这个法官被收买了 是吧 你看过去做这么多的决定 没有一条是对我们有利的 对 但是这个我们就可以 直接回给这些战友 千万别下这种结论 为什么郭先生过去 一直强调的是 我们要相信美国的司法 要相信法官 甚至我们要尊重检察官 对 我们要相信美国的 这个司法制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去 可以去做这么简单 当然这分析 是我自己的理解 后面我们再给大家 等这个讲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再说 是的 这个也是战友们 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看到第一个法官批准的 有利于郭先生辩护的 有利于郭先生案件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 因为之前像 郭先生发的其他的 这个动议都是被驳回 都是没有态度 对吧 没有展示到一个 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 他有提到说 这个 需要一个8月份 2018年的 这样的一个录像 那 这个录像呢 是说是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 会议的这个录像 具体是 郭先生和哪一位人士的 这个会议 我们目前 没办法从文件上面看到 政府呢 提供给了郭先生 一份5分钟的 删减版本的这个记录 但是郭先生的诉求呢 是说 想要一份完整的 没有删减的 那法庭是说 他认为 这一份的这个 会议的这个recording 和郭先生的抗辩 没有关系 所以他拒绝了 这一份记录的 这样的一个申请 好 那 我再考一下 导哥 2018年8月份的时候 郭先生大约处于 一个什么样 爆料的一个状态 2018年8月份 2018年8月份 还是遇一个人在会面 对 他那天是没有直播的 8月26号那天 我是反而我没有查到 他的这个直播 会不会是有可能是 关于病毒 或者是这方面的 是 我的就是这个 这个印象 2018年8月份 他应该是在讨论 这个 之后的这个 王剑的这个发布会的 这个问题 对对对 因为后面离1120 就是比较近了嘛 离1120比较近了 说明导哥不复习啊 这个抓包第二次啊 戳穿导哥 好 我们最后往下看啊 说这个 最后啊 郭先生要求政府查明说 任何其他美国政府的 这个机构 政府知道的 他们如果是说 持有以上相关的 这个信息的话 那这个 他们也 也需要去 把这些证据 给查明出来 那么郭先生是没有 对这一项广泛的 这个请求 提出任何的法律支持 那法律也没有 找出任何 所以呢 这一项 这个请求就被拒绝 然后看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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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tnote也是很有趣啊 他说 如果这些情报评估 是机密的 法院应该 根据他的这个 机密信息的 这个程序法来决定 要不要保留 或者替换 他强调了两次 在他的这个 这个Footnote里面 他强调两次 意思就是说 是我来看 所有的这个 信息和证据 是我来跟你说 最后他到底是说 我应该披露出来 还是不应该披露出来 而不是 你拿这个信息的 机密程度来告诉我 因为他很机密 所以不可以披露 那 我觉得这个是里面的 一个小小的门槛 嗯